大家好,仙克莱养的花油非常多 但是能够真正浇好水的花油却是非常的少 很多花油,特别是新手花油给仙克莱浇水的时候 经常容易导致仙克莱浇水浇不透 甚至容易出现仙克莱软粉的现象 那么仙克莱浇水的一个正确方式是什么呢 最正确的浇水方式就是我们先用手 把仙克莱底部的叶片给它剥开 然后我们沿着土壤旁边给它浇透水 这个时候要注意,我们不能够只浇半截水 而且浇水的时候,这个水不要流到球筋上面 以免导致球筋腐难而出现软腐病的现象 而浇水也不能够只把表层给它浇湿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会导致盆土底部还没有给它浇足水 很容易出现空根的现象 再加上我们后期很难判断仙克莱的是否干透了 然后把这一边浇透之后再把这一边给它弄起来 然后再来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一定要整盆都要浇透才行 一定不要只浇一边另外一边不浇 像这样子才是正确给仙克莱的一个浇水知识 除了浇水我们在给仙克莱试一些这种水肥的时候 大家也要按照同样的一个知识来给它浇水 才是最为正确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